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节目 房价的变动一直借弄百姓的心 特别是在国内,很多人买房子就是为了投资 如果十年后的房价要比现在下跌很多 那么买房无疑是一件亏本的事情 当然,对于不少买房刚需的人来说 如果自己买的房子最后是涨价了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 二百万的房子在十年后会值多少钱呢 马云曾经表示过 未来八年房价如葱的看法 也就是说,房价总体上是会下降 如果二百万的房子只能便宜到葱价 想必很多人都不会开心 如果二百万的房子是在北上广本一线城市 或者是具有潜力的二线城市 那么十年后的房价有可能涨价到三百万左右 这是因为我们从最低十年的房价走势来看 不同的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其次,如果二百万的房子是在三四线城市 那么上涨的速度可能就会慢点 不少开发商表示 二百万的房子如果能够涨到八百股十万 那也是很不错的水平了 因为在一些小城市里 房价从八千涨到一万五 也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也就是说,小城市的房价变动 反而更加的稳低 看到这里,你觉得未来的房价会如何变动呢? 好了,这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